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 本期视频我们想预测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1年第51周 即从12月20日到12月24日的预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斯拉股票 在2021年第50周股价走势的一些基本信息 当周它的开盘价是1001.09 收盘价是932.57 周中它的最高是到了1005 最低是909.04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 932.57低于前一周的最低点 那么周中它出现了新低 也就是909.04 好,我们再来看看量 量当周是1.36一股 是前一周的1.36倍以上 KD值 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 并且下行的角度变得更陡峭 MACD快线穿越信号线 并且出现了绿柱 好,以上是特斯拉股价在上一周的基本信息 接下来我们结合当周的K线 来了解一些信息 那特斯拉股价在第50周形成的K线 是一个带有下影线的中黑K线 那就这个单一的K线而言 当周空方是较强的 为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开盘即是最高点 然后是一路下跌 但下方啊 有抵抗的力量 然后拉升股价收到现在的这个收盘价 932.57 那这样呢 留下来这么一个下影线 其实呢 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可以看到 在当周它下面的支撑是来自于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区域上升的过程 曾经有一个缺口 是在944.22到910 有这么样一个缺口 也就是当周股价开盘季最高 然后一路下跌 那么在不断的回补这个缺口 那一旦穿破这回口以后呢 会遇到一些买盘 然后提升股价 回升 对 这是当周的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在空头走势啊 如果说 这个遇到支撑 并且跌破这个支撑 并且呢 下面带有大量 那这样的一个 带有下影线的中长黑开啊 预示着将 将会有继续下跌的这个信号 好 我们再结合前面的 K线来看 那么我们向上回顾 大家会看到上面有 从这颗K线开始 连续四周的一个下行 那么我们也要看看 连续四周下行的这个四个K线啊 它都带有下影线 那么如果是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啊 出现含下影线的 无论是红K还是黑K啊 那也代表着主力啊 在杀低吸货 那也要注意啊 它可能会在后面 会有一个止跌反弹 对 好 这是一个信号 那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信号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黑K联系起来看 嗯 好像比较眼熟 我们好像又看到了一星二阴的这么一个架构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当然我们认为这个黑的不够长 这个星的实体呢 部分比较厚啊 然后上面这个黑K呢 呃 实体部分也不够长啊 但是呢 嗯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一星二阴的架构呢 通常在后面还会有新低的出现 好 看完这个K线组合啊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支撑位都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支撑位来到的就是这个二十日均 目前在第五十周的这个二十日均 它的值是在屏幕的左上方是MA20是883.932 那今天开盘以后呢 这个二十日均线呢 可能还会在上涨 那我们会看到呢 呃 我们的第一个支撑 会在883 上下 这是第一个支撑 那么第二个支撑呢 我们会看到下面还会有一个很薄的缺口 嗯 那么这个缺口的上方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这个851.47 将是我们的第二个支撑 那第三个支撑呢 是843.21 对 呃 那在接下来的支撑呢 我们会看到可能是下面这个六十均这条线 嗯 那现在是734 啊 我们不认为在下周他会测试到 这个六十均周军的这个这个这个值 嗯 我们认为这个二十均和这个缺口 就能形成对他的一个支撑 好 那么看完这些信息呀 我们想预测一下 这个本周的这个本周的也就是2021年第五十一周 从12月20日到12月24日这一周 他可能形成的一个开线 嗯 我们预测 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嗯 那开盘可能会拼开或者小幅高开 然后最高 我们认为他会测试 984 这个点 对 那最低呢 那我们认为他可能会测试这个缺口的上方 也就是851 或者说是能够穿透 回补这个缺口到843 那也最低是到843了 嗯 然后呢 收盘 我们认为会收盘在896附近 在这个地方 嗯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1年第五十一周的一个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